手拿加油棒大聲歡呼 齊聚觀看比賽過程 台灣權貨林玉婷出戰巴黎奧越女子拳擊 57公斤及四場賽 對決土耳其好手卡拉曼最後勝出 而在新北市政府也舉辦了直播派對 要幫林玉婷加油塔器 而她的媽媽也現身 那十幾年來她的大小的比賽 已經經過這麼多了 然後國際的奧委會這麼力挺她 林玉婷日前遭國際權總質疑 性別不服參賽資格 林玉婷的媽媽也說真的很心疼 很不捨 也強調林玉婷的身份證字號就是2 代表她是女生 不需要質疑 也希望把正能量傳遞到巴黎 給林玉婷力量 盼望她能夠在金牌站 拿出最好的表現